这我骑坏了,这我结婚了,俺滚蜜都送过来,一块钱 女儿来了一家老乡的,这还不够饭钱呢 这一块儿从家长大的滚蜜 都这,带着一家老乡来了,还不然不来的 非得四雅子追进过的时候,这都已经值钱了 非打打她的脸不容 你的意思就是,滚蜜在你滚蜜上 然后送了一块儿银鱼当贺蜜 是嘞啊? 那这挺好的呀 这不都一块钱吗这,这有点好的 他是这样的,虽然说这上面写的面质是一块钱 但是你看这个位置,这是已久已念主照发行的 离现在已经一百多年历史了 现在已经是无法再省的东西了 而且又是无几温武了 所以说啊,它价值是非常高的 嗯,它这两件 这种衣服我都见过,我又不是没见过 那我小时候俺呢,还用这种衣服打给我桌子的 哦,那确实不佳 找很多年啊,确实有老人用音乐来打收拾 因为当时老人认为啊,国去的银银银两行不容易发黑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银银银在人们手中流通,有人情 如果说用银银银打牢银手指,小孩带牢回陛屑,对吧 所以说啊,我都觉得他补杂支钱 他不都是一个一了吗,最多支个几百块钱呗 他结婚的时候,我都给他税五千块钱 而且他奖金条件还比较好 我咋的小时候我结婚了啊 他不说躲了,这五千块钱不带过,回过来吗 结果给了一块钱 你们这有钱人他真口 是这样的,你还是对银银不太了结 我给你讲一下,你可能就明白了 说想啊,你这个是盒子币,已经拼过银银入过盒了 像这种盒子币啊,都是减定为枕,才入盒的 而且也有聘机公司做展包 像你这个入的是拱博的盒子 拱博啊,是咱国内决定的盒子了 其次呢,再看你这没音乐的状态 你这没音乐啊,是大清悬山 大清悬山啊,又被称为大清神龙 是说游龙王那边啊,做工最漂亮的 而且啊,大清悬山,是法清的引念 就贤爱革命了,贤爱革命之后呢 请王朝就灭亡了,就不再法清了 大清悬山啊,只有三个版本 分别是千半笼,沈半笼和阿后点 你这个是千半笼,最关键性特种啊 就是围巴这个位置 如果围巴处晕了,就是沈半笼 没处晕的话,就是千半笼 其次阿后点的,就这个引文阿后面 带一个小点,阿后点是大清悬山最贵的版本 基本上一个阿后点,钉两个大清,没问题 你这个千半笼的状态,还是非常好的 沈半笼啊,比千半笼稍微贵一点 就是因为沈半笼的做工更为紧密一点 但是看你的状态啊,首先龙令 是蛮龙令,龙抓,晕蹭,称之干都在 而且爱些低财宝奖,还有赚广 然后再看字面,字面的话也是非常好的 书画说的话,大清看花质 赵宗看鼻子,花质啊,是大清的最高点 非常容易磨损 你看你这花质啊,是非常饱满的 而且刺口圈审达,主权内职都没有任何问题 你这个状态啊,那是非常好的 这应该是你闺蜜啊,给你千条万旋出来了 千条万旋都选上来个这儿,还不如给我五千块钱呢 你听我把话说啊,这个东西啊,价值是不抵五千块钱的 目前我给你股价的话,大几千块钱,八九千块钱都没任何问题啊 老板,你没有骗我吧,这之前还没个过,打过手桌 这手桌现在给家放出来 嗯,是这样的,现在姻缘还张价了,还粉完毕了 你要着几十年价啊,确实和姻价差不了多了啊 现在的话,随着人们的生活随便提高 手上意识啊,越来越重,像这种无法贷成的东西啊 它只会越来越贵,不会是越来越便宜的 你也可以着一下假的,还有没有姻缘 可千万千万不能再打姻手桌了 那都是老猪中穿下来的珍贵文化 灰了,就太可惜了 不容,这我还是不相信,我觉得它不真捏钱 打过银桌子的东西,它会真捏钱 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太显示 那要不容,我就给你吧 你看你管不管给我捏钱 是这样的,我想给你讲一下 首先啊,闺蜜送给你这块姻缘啊 价值高,寓意也非常好 姻缘姻缘,吸引姻缘,寓意的美好的姻缘 这是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 咱中国人啊,成为田园地方 姻缘呢,又是愿性,寓意着渊渊渊渊渊渊 无论是做穿甲包啊,还是自己手上啊 那都是非常好的 你这个状态啊,也是非常可疑的 你确定要出手吗 出手,我这个人执政签 要执政那些签了 我去给俺闺蜜,赔地道歉你 那行那行,是这样啊 看你俺爷在气头上 这样吧,这东西啊,三千钱留我着 我给你留起田 如果说起田之后啊,你不来那的话 那我就往外卖了 如果说你返回的话,你到时候来找我那 毕竟这是闺蜜的一份心意 走,好,谢谢你老板 拜拜 拜拜 拜拜